你的善意是孩子的光 内容简介如下 没有孩子想要故意犯错 没有孩子想要学不会 每个孩子的行为背后都有它的意义 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愿意改变 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不乖的孩子可能只是情绪有障碍 无法控制情绪的孩子 往往表现激烈冲动 成为群体中的异类 你能做的是陪伴孩子 找出调适心情的方法 试着与压力和平共处 霸凌的孩子可能只是不懂同理心 欺负人的孩子通常具有优越感 并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里 你能做的是教会孩子 先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才能善用同理心去对待他人 暴力的孩子可能只是因为太寂寞 孩子殴打同学 或许只是不擅长于表达 所以用错误的方式引起注意 你能做的 适应到孩子学习沟通 我有好的行为 才能得到好的回应 焦虑的孩子 可能只是缺乏自信心 面对不适应的环境 有些孩子会下意识地选择伤害自己的身体 你能做的是鼓励孩子改变 让孩子喜欢上自己 找回面对世界的勇气 担任国小教师二十多年 以及身为迟缓儿的母亲 沈老师深深体认到 面对犯错的孩子 责备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光凭外在的行为和成绩表现 来论断一个孩子 往往会漏掉孩子发出的求救讯号 唯有看见孩子自我保护下的脆弱 陪伴他们一起找出问题的癥结 满足孩子真正的需要 才能给予孩子再一次的机会 为他们在黑暗的时刻 用善意点亮一道温暖的光 作者简介 沈老师&沈妈咪沈雅琪 在基隆出生长大 曾就读花莲示范学院幼儿教育学系 拥有经国学院健康产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学位 育有三子 小女儿在十个月大 就被医师诊断 判定为终身学习迟缓 在金融市常乐国小担任教师二十年 网络昵称为沈老师 其因是某位学生写作业的封面时 把沈老师写成了天上的神的这个沈老师 在网络上分享这则句是 从此沈老师就变成了 沈老师了 沈老师从小就是个运动员 个子好强 不轻易屈服 刻于经营脸书粉丝团 分享身为教师 特殊儿妈妈 人妻 工被爱好者的生活点滴 有众多粉丝 其中不乏育有特殊儿 拥有同样处境的家长网友 为了让更多老师了解 特殊生的辛苦和努力 进而接纳和协助孩子 走遍全台各校演讲 将近150场 目的在推广特殊生在普通班的融合教育 受到各校师长的欢迎 另注有一个都不能少 爱的零拒绝教育 教育孩子同理心之必要 接下来就试读这本书的内容 要试读的这一篇名字叫做 孩子为什么打人 有个妈妈告诉我 她念低年级的孩子 常常会去碰触或长大同学 有时同学认定是故意 也有同学觉得被打 平凡的告状 但老师不声其扰 老师处理的方式 是问全班有被打过的举手 有被打过的孩子 全部都可以去打这孩子 结果那一节课 孩子被全班的同学都打了一下 看到这孩子被全班打 我的心都纠沉一团了 更别说是父母了 妈妈问我怎么办 如果我是班上的孩子 我会去观察这孩子的人缘 是不是不好 也许他很想跟同学一起玩耍 可是同学不理他 这时候他就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引起同学注意 肢体的碰触是最快的 就像小婴儿不懂得表达 哭是最直接的方式一样 我看到的是这个孩子的无助 是想要有朋友的渴望 如果在我的班上 我会强化他的优点 让他有机会来帮我的忙 教他跟朋友玩的方式 告诉他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哪些 我会在他不在的时候 告诉其他孩子 他很喜欢你们 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玩 他不是恶意的 你们可以找他一起玩 告诉他游戏的规则 还会找几个人缘好的学生 带着他一起玩 想办法建立起这个孩子的自信 让他懂得如何与同学相处 这样他就不会用不正确的方式 去接近同学了 有状况的孩子 就是需要帮忙的孩子 没有人想故意犯错 没有人想要被处罚 没有人想要学不会 甚至成为众矢之地 每个犯错的孩子 行为背后都有他的意义 如果愿意在下课时候 静下来看他和同学相处的模式 很快就能知道为什么 我通常都在学校处理孩子的状况 很多动作 孩子在家里是不会有的 在学校和同学相处时才会发生 直接跟孩子的父母告状 或是责怪父母 会让父母很无助 此时能够发现孩子的问题 想办法帮助孩子的 就只有老师了 不妨了解状况后 再跟父母讨论如何帮助这孩子 如果这孩子还是照打同学不悟 我会让他在我身边一个下午 相信我 这是孩子最不愿意接受的处罚 当老师要全班学生打这孩子 其他孩子会对这孩子的接触变得敏感 动辄得救 即使不小心碰触 也会觉得被打而去告状 结果老师有处理不完的客诉 也会常常因为他生气 让这孩子感到羞愧和痛苦 性格变得更退缩 有的孩子不知道要如何跟同学接近 觉得老师同学都讨厌他 变得更暴力 当孩子出现看似恶意的行为时 背后一定有需要探究的原因 看见孩子的需要 教导他们与人相处的正确方式 进而交到朋友 才能真正解决孩子之间 不断发生的冲突 这一篇是《我们不要再联络》 我遇过很多单亲的孩子 有些孩子提起不住在一起的爸爸或妈妈时 心里满满的都是怨队 有孩子告诉我 阿嬷说妈妈是坏女人 她不要我了 另一个孩子告诉我 爸爸说妈妈跟人跑了 要我不要再想她 和外婆住的孩子说 妈妈说我爸爸是烂人 点点点点点点 各式各样批评爸爸妈妈的话语 从孩子们的口中说出来 还有爸爸和阿嬷直接到学校来找我 要求我禁止已离婚的妻子跟孩子见面 我无法介入孩子的家庭 谁是谁非真的无法分辨 我在乎的是孩子的感受 只能告诉孩子 父母会分开一定有原因的 也许他们之间相处出了状况 或是本来相爱后却发现不合适 那是大人之间的事情 让大人去处理 不管爸爸妈妈有没有离婚 他们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其实他们在转述大人 对离去一方的批判时 除了埋怨 更多的是想念 有个孩子常常告诉我 他好想他妈妈 可是爸爸和阿嬷都告诉他 妈妈是坏女人 不准跟妈妈联络 其实妈妈离开家好几年了 从来就没有回来找过他 他常常告诉我他很想念妈妈 好希望妈妈可以回来 我跟他说 大人之间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 我相信你妈妈一定很想你 很爱你 你要好好的专心读书 等到将来长大了再去找他 有一天大家都去上课认课 孩子迟迟就是不离开教室去上课 看他一脸迟疑的表情 我找他来聊聊 才站在我面前 那孩子眼泪就不停地掉 老师 我接到妈妈的电话了 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打电话给我 真的呀 那实在太好了 你一定很开心 他突然崩溃大哭 哭喊着说 老师 他没有说他想我 只告诉我 从此以后不要去找他 他不会再打电话给我 那一瞬间 我的喉咙哽住 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来安慰他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一个妈妈回头来 伤害好几年不尽的孩子 或许是离婚协议没有谈好 或许是夫妻之间的纠葛还没结束 还是妈妈决定重组一个新的家庭 不管理由是什么 做父母的都不应该这样伤害自己的孩子 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 就得承受母爱被迫断绝的痛苦 让人心疼极了 我担心这伤痛会影响孩子一辈子 请不要把孩子当作夫妻之间 但是在分开时 能不能给孩子做最好的安排 能不能在分开后 让孩子保有对父母的尊重和亲情 除了紧紧拥抱那孩子 我还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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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